C7 剛才被司機露點我 現在有時間要走 走回去那間Cafe 我猜應該是這個 我以為你是假的 怎知道你是真的貓 坐在這裡很頂的 今天來到台中西區的內巷胡同咖啡 一進來覺得這裡整個環境都很文青 而且覺得時間幾乎停滯了 在住的咖啡就是這裡的老闆 我真的很喜歡台灣 無論咖啡 餐廳還是美容院 裡面都會有寵物在 我自己喝黑咖啡 所以老闆推薦了我這個巴勒馬的伊利達黑咖啡 一喝下去真的覺得跟平時在Starbucks喝到的超大分別 老闆還見我是一個人過來 所以跟我聊了很久 我發覺台灣男人真的有一種特性 很勤力 很低調 和很謙卑 我看到他們這麼努力做事 和這麼溫柔 真的自己都覺得很慚愧 這個咖啡的樓上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是用來給客人占卜的 這個占卜師叫做AMED 我們今天會玩的就是這個東方能量牌 其實這副牌是他自己創立的 類似是塔羅卡 你自己抽一張 表面已經有成績了 我前頭問了兩個問題 一個是關於感情 另一個是工作 令到我覺得很驚訝的是 真的很準確 而且因為牌上已經有標題 你只要再查一張書 裡面就已經有解釋了 意思就是 假設你有牌 連著說明書 基本上自己就可以做到占卜 我也很感謝AMED 他很無私地教我怎麼用這張牌 因為很多幫人占卜的人 他不會想教你 和不會想你認識 而且他知道我有拍片 所以他送了一張牌給我 還送多了三張給我的觀眾 如果你們想要這張牌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為什麼你們想要就可以了 玩完一輪之後 我就回去喝了一杯咖啡 就要走了 真的很不捨得這個地方 很舒服 而且很寧靜 在這個空間裡 我覺得所有時間都好像停止了 為 Echo assa 快點 適合 她 才飛 ch